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較早之前 特朗普的法律團隊 就向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 提出了法律訴訟 這宗案件主要就是申訴 共和黨的監票員 沒有辦法在點票中心裏面 進行有效的監票工作 而去到今天 賓州高院就對這宗案件作出裁決 結果就是以5比2的大多數 判決特朗普的法律團隊敗訴 這個裁決結果貌似是對於特朗普不利 其實也是在特朗普的私人律師 朱利亞尼的預料之中 而他也宣佈了 是會就著這案件 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可以說 真正的決戰 剛剛才是開始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為什麼我說 這宗案件的敗訴 會在朱利亞尼的預料之中 其實翻查資料 在2015年 賓州高院 其實就出現了三位法官的空缺 但是竟然由清一色的民主黨人來替補了這三個位 所以 現在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去提出訴訟 又怎會有運行才行 正如 朱利亞尼自己所提出的一個例子 就說在2000年的時候 其實 喬治布殊 也就著選舉 在佛羅里達州法院提出過訴訟 由於當時佛羅里達州高院又是由民主黨人佔有優勢 所以喬治布殊的那宗案件 在州法院的層次就是敗訴 好了說回這宗賓州高院的案件 這宗案的判詞 其實都很令人嘩然 以及疑笑大方 為什麼這麼說 法官就在判詞裡面寫道 賓州的法律 只是要求監票員 必須要在那個房間裡面進行監票工作 但是就沒有規定 究竟是要有多近距離 來觀察那個點票的細節 故此 賓州高院就裁定 說由於這一項內容是屬於州法律的範圍 賓州的立法機構 既然都是沒有指定到那個監票距離 賓州高院 也都不會就著這一項的內容 是進行釋法的 賓州高院這項裁決 沒有錯的而且確在法律層面上 就不能夠說他是錯的 但是他這樣判就是不下扶程理 他只是說到 說那個監票員只要在房間裡面 進行所謂的監票工作就可以了 就說他究竟是多近 或者多遠距離 老實說如果是太遠距離 兩三米以上 根本上都不能夠好看得清楚 究竟那張選票是投給哪個人的 那麼監鬼監碼 更何況就是 按照這份判詞的內容所說 只要 點票中心裡面的工作人員 能夠安排得到共和黨的監票員 進入中心的範圍 就已經不屬於違法了 話說呢 那個監票員是被安排到九丈院 完全看不到那些點票也好 或者是把那些點票機收到22米以外的地方 完全在視線範圍以外也好 你這個法院都不會判他是違法的 因為你說 只要那個監票員還在那個房間裡面監票就可以了 房間的範圍可以很大 是不是 這些是否是不下扶程理 這些是否是挑戰了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常識 和智慧 這樣判都可以 那麼當然 這個判決 就更加是突顯得出 特朗普為什麼要在大選之前 一定要參議院確認得到 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 事實上特朗普就是高瞻軟足 他就是知道了司法制度已經是受到某種程度的蠶食 是不能夠將那個公義伸張的 我們看看這單就知道了 隨便有個監票員在房間裡面 就說已經是合法的了 所以大家就會理解得到 為什麼特朗普在上個星期 會在Twitter上伸到樹葉都落了 事實上就是這樣 打橫來說 然後那些主流媒體還好意思呢 點票中心的工作人員 就沒有拒絕你那些共和黨的監票員進去 而那些只是接收主流媒體資訊的人 當看完那些報導之後 就會反過來批評特朗普陣營是無理取鬧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原來共和黨的監票員 在入到的票站 就完全是看不到那些人在點什麼 有什麼作用呢 所以就不要只只看主流媒體 要看多些資訊才好批評才好評論 朱利亞尼作出了一些預告 他說其實在全美國範圍裡面 都是存在著非常廣泛的選舉舞弊行為 賓州就只是其中一個部分 不能夠將這些現象視為單純的意外 他就預告 他們的法律團隊 已經是準備好 接受在賓州和其他州的選舉案件當中的敗訴 同時也會將所有的案件 向聯邦的最高法院提出上訴的申請 作出最終極的裁決 他也是呼籲公眾如果有證據的話 就可以向他提供 其實聽完朱利亞尼這個預告之後 大家大概可以預計得到 特朗普的法律團隊 他們的路向究竟是怎麼走 現在都很明顯的就是 他們很想利用時間來換取空間 換句話來說就是進行一個拖字決 現在他們就在各州的法院提出了法律訴訟 無論勝訴也好敗訴也好 其實都不影響得到特朗普的部署 勝訴固然之好 在州法院的層次就已經搞定了 但是若然敗訴的話 朱利亞尼也說明是會把敗訴案件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的層次 對於特朗普最好的情況是甚麼 就是聯邦最高法院是接納了 他的法律團隊所提出的所有上訴 而且也不會 很輕易地判決 維持這個州法院的原審 發還就算數了 而是真的開庭去審 這件事對於特朗普就非常有利 如果在12月8日之前 仍然是有一大堆 關於選舉舞弊指控的案件 未曾審結的時候 凡親牽涉到那些州的選舉人 就不能夠 按照現在那個冠了票的普選票結果來產生 因為還有爭議 那個結果根本上是未能夠核實得到 好了 會怎樣產生呢 我們有介紹過 就是由那個州議會來提名的選舉人 當然州議會提名 都要個州長同意才行 其實有不少的州 那個州議會就是由共和黨掌控的 但是偏偏的州長就是民主黨人 他肯定就不會同意 州議會提名的選舉人 好了 不同意的時候是怎樣 那個州就產生不到選舉人 其實是會 產生不及 所以在12月14日那個選舉人團投票裏面 那個州就變成沒有代表去投票 越多州沒有代表去投票 對於特朗普越有 對於拜登是一件壞事 因為拜登經常宣稱自己有290多票 選舉人票 根本上就算了很多有爭議的州 只要是勾出來的話 拜登是沒有270票的 如果 有大量案件 積存了在最高法院審不及 是過得到12月14日 對於特朗普就是最有利的 只要過了這一天 無論那些案件是勝訴也好 敗訴也好 就已經沒有所謂了 為什麼呢 如果說 判敗訴的時候 那個選舉人團都已經是投了票 沒有人有270票 就會進入到 下年一月 由眾議院每週一票來產生的總統 這個就是由共和黨佔優 所以特朗普就有利 如果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的案件 是判特朗普勝訴的話 最好就是在12月14日之前判得到 勝訴的話 如果不是 過了12月14日 就算判勝訴也沒什麼所謂 因為已經是過了選舉人團的投票 其實 我現在就相信 特朗普的法律團隊 真的在買時間 就是用時間來換取空間 只要最高法院不是說 將大部分的上訴案件都打回頭 或者是隨便審一兩個小時就說有結果 我相信特朗普連任的機會 仍然是有在 雖然比較迂迴曲折很多 最後我就想說 特朗普的另外一位著名律師 就叫做Signy Powell 他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就說到 說民主黨完全是想像不到 特朗普現在的選票 是可以去到這麼高的 故此在某些州 就出現了 點點一下票的時候 中途停機的情況 然後 拜登就被冠票了 當然他這個說法 就是有待更多的證據來驗證 但是其實他這個說法也是解釋了 為什麼特朗普在縱原沒有肺 剛剛好回來 他在大選之前那兩個星期 仍然馬不停蹄地 穿州過省 一天是可以出席五場做勢大會 搞到凌晨一兩點才散閉 他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他就是要想幫自己 穿高的選票 他就是要令到自己的選票 高到超乎對家的想像 打亂了對家的部署 我傾向相信是這樣的 如果不是一個人 使用這麼拼命 一天去兩三個州 就已經是很厲害了 拜登最巴之閉那天 都是在費城 同一個城裏面 出席兩項活動 那現在特朗普的谷票就成功了 其實特朗普所取得的普選票 越多 就對於那些背後做手腳 製造選舉舞弊行為 那些人就越難堪 越困難 為什麼 選民來來去去的那麼大把 街街投票的人 都是 一億三四千萬以上 今天是突然之間 飆了兩千萬人出來的 那這兩千萬人 究竟是真人來 水份來 灌票下去 還是 投票系統公司 在那個後門來做票 現在其實是做到很難的 你說有八千萬票 拜登 那些是不是全部都堅實 是不是全部是真人來的 那當然現在就很多人有疑問 所以特朗普這招是很厲害的 他明知道有些勢力在背後是會搞東西的 所以就把自己的票數 推到有多高得多高 那你越搞得多的時候 就越多破綻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